大家好,分手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臭与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可以自己制作出来的这种 3D的一个颜料或者是3D涂料的一个这个小方法或者是小的技巧 其实如果你这样摸上去呢,我们所有的颜料呢,都是有个很明显的一个凸起 感觉非常的立体,非常的手感,非常非常的棒 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咯,我们所需要的呢,就是在视频当中的所有内容 这个呢,是一个乳胶,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个颜料 我们呢,是选择了红色绿色和黄色 以及呢,最后是我们这个3个小杯子,也是需要用到的 我们还用到的是我们男士的那个剃须水,剃须的这个泡沫 我们首先是在我们杯子当中加入一勺的乳胶 然后是按照1比1的比例,如果你是一勺的乳胶的话呢 就要加入我们一大勺的这个,反正很多很多,大概是两大勺吧 两大勺的这个男士泡沫,T恤泡沫 用我们的小的罐子给它进行一个搅拌 我们可以呢,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一些芯,把它分装在各个的其他的小杯子当中 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做出来的 它这个颜色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 接近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奶奶的颜色 有点像我们奶油的颜色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能不能给它做画 我们用一个小小的画画的一个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的小花就已经基本上画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只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室内 继续进行一个晾干 让它风干 如果风干了之后呢 就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用手呢去给它摸一下 其实呢它不是平的哦 它是一个带有凸起的这种3D的一个效果 非常非常的棒 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方法进行一个DIY的尝试 嗯如果想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忘了在视频的下方可以留下你的愿望和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想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哈勒赛 一个订阅和留言 下期再见 拜拜